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5周年 75年来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 各国礼仪相连 人类命用于公 各国理发机构应一切努力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 以合作战胜疫情 促进竞技复苏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多区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 中方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 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运助 并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运助 我坚信 只要我们通舟共济 守望享助 卸手勾建人类命用共同体 世界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卸手勾建人类命用共同体